文青的事件,這些學識,社間上的阿B,我功夫是B教的,你們是就事成的,根本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今天跟阿滴呢,跟阿滴沉清這件事,根本我功夫不是阿滴教我 就是我張丁佛和張丁佬的開門,開門的老師就是我老爸,我三歲 為什麼呢?我老爸教我,教直播 但記得功夫呢,多數是張丁佛和張丁佬,大家研究一下,怎樣去怎樣去的手腳,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說,世間上的東西,不要聽他們這麼多說 然後,七八年呢,他媽媽帶了上來東堂的北方四樓那裏呢,去見師父 交代我呢,我看著他長叔,那他呢,就在他二哥那裏住 那來而終呢,都有上來我們師父那裏的 那師父呢,當然他來的時候,當然他叫我下街,過來去學校 那我想知道,生日之後,我問師父,為什麼我每次來 都叫我上去呢,他說呢,他都幾十歲了 就是呢,我和二哥呢,都教你功夫 那不是說怕你偷學,也都想他給,就是有些心機,有些,就是沒有尷尬的場面 只要我這樣教他,那樣子 所以呢,我澄清呢,我師叔呢,我教他功夫 那是他兩個大哥教他 那有時呢,他和我一齊聚邏,坐在一起,都是講功夫 他就找些手啊,他就找些手出來怎麼看啊,等等 那我呢,他就說了,我說我師父呢,教他我這些,這位怎樣怎樣 我和他們兩個呢,都是講練過的功夫而已 我說,哪個教我呢 如果說要教他之中呢,之後我去問他,知道他是張立正的兒子 他這兩個大哥怎麼教他的手呢,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想給他了解一下,他這幾十十手就好 我們覺得呢,跟我師父十足十幾手 那我覺得呢,好奇呢,就問他了 其他就什麼都不能跟我教他 之後大家是,好奇,大家兩個師兄弟都好 和師父學習都好 難道我教他什麼,都有一句說話 大家研究一下功夫 那些手法怎樣怎樣 其他什麼都不一樣 就是千萬不要人來講 說我教張炳祥功夫 其實我就想他畫些手,我就要問他 他說,你的手挺好的,幾次張立正的師父 那就是,是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外傳書人們都說 我教他功夫,我就都沒有這個資格 那一假假的他呢,我師叔 就是不要聽人家師父講那麼多 所以我今天,今天澄清這件事呢 那是人家以為我幾好巴併,我不是很巴併 還有一件事我要澄清呢 我師叔呢,他是第五傳 他是我師父的親弟弟 我都要他做師兄 就算他在什麼環境之下 我都要他做為我師兄 我就是將給我的弟弟 我是我師父的親弟弟 他做什麼呢 他都是他爸爸 是傳給他的 他就只要他教我們人生道學 怎樣行法 我們尊重他老人家 還有尊重他所收的人 徒弟也好,契仔也好,什麼都好 我們都認同 保利呢,就是帶我契仔 幫他收拾他的手腳 但是他的手腳呢,有點像我的手腳 所以社交的時候呢,就不要跟他 傳言其他功夫 所以我可以誰教誰教 教我功夫 保利的手腳呢 有功夫是我收拾他的手 收拾他的手 因為他是帶我 然後我就做義父 所以認真認真呢 張家爺 是我的徒弟 又是我兒子 我在這裡的聲明 還有一件事 今天,今時今日呢 我們師叔呢 就認了阿楊寶利 他也很尊敬他 也很尊敬他 他也說是有百味的功夫 而認這個義父的 那好啦 他雖然有百味功夫呢 那跟著義父呢 那個義父呢 也有指點他 有執他的手的 那變成了呢 他什麼環境之下呢 他只要日日掛 但是他出來掛牌啊 只有呢 都是八張 那變成了呢 張丙祥 是授 不是授套 是授兒 授兒子 差不多 乾 乾 應該我不知道怎麼說呢 他認得他做義父的呢 就是差不多兒子的啦 好像張禮善 授藍 不是授套 授藍 張丙心 張丙林 張丙發 都是寫著授藍的 即是我們跟張丙發學習呢 我們出來掛牌呢 就只要是張丙發授藍而已 那現在今天 今次今天呢 不要理呢 認得他做義父呢 不是師父 是義父 義父之中呢 都是代表師父 那所以他要掛呢 是掛張丙祥 授契藍啊 還是授藍呢 那我又不懂怎麼分解 如果現在講正式是兒子 不用講啦 授藍啦 那現在是他契仔 那應該怎樣安排呢 那我也是不懂得夾 我始終呢 當他是授藍啦 張丙祥授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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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得做義子 都是兒子的啦 現在 張丙祥授藍 今天認了我師叔 做義父呢 認得義父呢 即是等於張丙祥 張丙祥 是張丙祥的老爸 是兒子 對不對 他是白眉的 一份一代的 他認得他做義父的 他都是白眉的人 即是別人講其他東西呢 希望一個武林界的人講話 覺得我不知道他怎樣 有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一個武林界的東西 他不是有什麼出賣於老師父成呢 是沒有權負責去做義父 一任對一個徒弟 有個這麼辣的主婚 就沒有用了 事實上我們師父這樣多年 跟我跟師父這樣多年 我師父有很多徒弟 也有很多徒弟都是白眼 他老人家也有一個說話 唉 他始終是我的徒弟 我希望呢 講完白眉的人呢 是記住呢 我們的師公張丙祥 和我們的師父呢 就是最好是他教導我們 不是功夫的問題 還有人生呢 那個道學呢 應該怎樣去做呢 怎樣去做呢 就要聽老人家講呢 不要講處理 搞這麼多不同的事情 我希望白眉這麼多 各同門兄弟 師兄弟好 師叔伯也好 那個身體健康 身臟能見 不要大家 你也在我也在你了 始終呢 張丙祥的兒子 始終呢 他也是張丙祥的兒子 可以說的 契孫 一個契孫 好似我修人 一年我們都叫我做B爺爺 那一樣而已 那他現在呢 是認了張丙祥的契爺 都是張丙祥的人 我反應 我也是張丙祥的兒子 他也是張丙祥的兒子 我也是張丙祥的兒子 他也是張丙祥的兒子